我們要考慮到將來我們老的時候要住在什麼地方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事情 而且這個是我們不能避免的事情 我想我們都曉得在退休前大家都是非常高興 滿的要命的 你看看這個又要打電話又要看那個電腦 然後退休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位先生他的眼睛都不曉得 人家在請他恭喜他已經退休了 他看起來都是將來怎麼辦還是這樣 而且人家一送給他一個手錶 其實手錶對一個退休人是最沒有用的 退休我想我們曉得退休以後我們要考慮 一個大家一起想退休就是財務 剛才吳醫師說過了 有位老太太95歲了 他可能他活著假如再活10年 他的收入可能不夠了是不是 收入這個 我們的固定收入就是我們的pension 就是我們的Social Security 我們的annuity 4.1K和其他的 這是固定的 會固定的就是我們的利息 我想以前靠利息生活的人 現在大概沒有辦法了是不是 現在一起是0.幾% 靠你的股票 就是這個股票的收入也不一定 有時候帳有時候低是不是 投資也不一定 但是我們退休的時候的考慮是這樣 健康剛才兩位醫生已經講過了 我不講機制啦 這是我今天要來講的 我們很重要的 機制有分的幾個 就是自在你自己的家 就是retirement home 然後呢就是assisted living 還有那個聊天內心 home 我們把它分成這幾個來講 我們要concentrate 我們要講比較多的就是我們這家 這是我們自己的家 當我們年輕的時候 有小孩子的時候 甚至有pet 這是我們的家 這是歐洲啦 台灣啦 這樣的 日本啦 大概的家都是一個獨立的房子 都是這樣的 整個 就是那種pandominium的家 這是一般來講都是這樣 一般來講 退休 你不一定會搬離 搬離開你的家 都是自在你自己的家 對不對 除非呢 你會套到 其實說你的 你的 你的兒女可能在東海岸啊 你想到那邊去 你就搬到那裡去 或是你的婚姻有變化啦 或是配偶 或是配偶 過世啦 你也行 你就會搬離開 你的財務情形 你已經住不起 你已經住不起 現在那個家啦 天災地後呢 你曉得 像日本的那個 福島的事情 對不對 那個 指導你 你就必須搬啦 像那個最近的 華盛頓的那個 那個 三奔地 是不是 你就必須搬啦 像這種時候你什麼時候 還有呢 還有一種情形 在台灣或是中國 或是 假如你是今年的話 你退休的話 你就要搬離開你的 你的公共的那個宿舍 是不是 以前是有些人 還會繼續贊助你的公共宿舍 現在不行啦 所以這次的情形的話 你會搬 你可能會搬離開你的家 不然的話 你可能會繼續住在你自己的家 我想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的人 都是要 住在自己的家 怎麼樣才能搬自己 自然 就是你的 長期照顧服務 可以繼續搬 等一下我們再談談這些 也許下午 建安 或者其他人會告訴你們 長期照顧 即家服務 可以搬自己 繼續在家裡 這個 我為什麼 把這個家 講到嚴重 就是因為我們大部分的人 都是會住在自己的家 家啦 家啦都是 大部分都是私人擁有的 就是獨立免戶的家啦 也是有公益式的家啦 就是一排排的 還有 還有就是 還有就是 Retirement Hall Retirement Hall 它是 沒有什麼 還是住在那個地方 但是呢 就是Limit Assistant 比如說 你住在那個 Retirement Hall 然後呢 就是你 人家會替你打掃前面啊 是不是 你不要割床啦 這些 但是你還是你自己的家 還是你擁有你自己的私人擁有的 公益的呢 啊 而且你可能要 要申請 那個 Housing 那這個 美國的 Housing System 很複雜 這是 Fedro 聯邦政府 有聯邦政府的System 州政府有州政府的System 縣政府 蘇政府 都有不同的 一個Housing 等一下 我再歡迎 荷花 那個紙張給大家 就是 怎麼樣去找 就是有些人 最近常常問我說 啊 我從中國來 我想 找一些 啊 啊 好險啊 啊怎麼辦呢 那我等一下再告訴你 怎麼樣找 還有一些是 非營利機構的 譬如說 我們櫻花族 對面有一家 我們有幾位 就在那個地方 那是由 Catholic Community Service 提供出來的 是Azidiazen 啊 提供出來的一個 一個機構 啊 等一下我們再詳細講一些 怎麼樣去找 好險的事情 我想大部分人都喜歡住在自己的家 啊 就是 這些就是 怎麼樣來幫助 來 來幫助我們 繼續留在 留住在自己的家 就是 啊 就是你因為你有 Informal Caregiver 非正式的 在照顧你的人 對不對 什麼叫非正式的照顧你的人 你的配偶 你的配偶 你可能 你從結婚到 到最近 你都不曉得 你的配偶一直在幫忙你 是不是 假如是 你是先生的話 你太太一直在煮飯給你 他還是在照顧你 你都 可能都認為是 這是他應該的 其實他還是在照顧你 你的非正式的一個Caregiver 你的先生呢 幫你去買菜 他還是Caregiver 是不是 這些都是非正式的 你大概沒有 因為你那個結婚的時候 你說I do 所以你 他不要再付錢給你 這些非正式的 你的兒子也幫忙你 你電腦壞了 你的兒子來幫忙你 是不是 這些都是非正式的 正式的呢 就是IP 就是ICP 就是Individual Care Provider 這是很正常的 譬如說在台灣 你就選一個會用 會用 就是你的正式的一個照顧者 在美國啦 有很多就是 你可以通過健安 通過 通過 通過一些 Caregiver 他 可以請到人家來 家裡照顧 讓你繼續住在你 溫暖的家 這是IP 還有一些是 In Home Care Service 比如說 上次不是我們 到林王子的演講 健安也有 也提供一些 即將服務的人 到來 這一本詩呢 大家常常可以看到 裡面也都有一些 Caregiver的一個消息 你們可以去找到 假如你需要的話 這個 這兩種的 就是在班子裡 繼續能在家裡住 還有呢 政府有一個 Respect Care 就是在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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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服務的 就是 譬如說 你家裡 你的 你的父母去 你的 太太一直在照顧你 但是 他也需要 他也需要 休息的一段 是不是 他也 或是你的 兒女在照顧你 你 他也需要 休息 那他休息的時間 政府就可以 派人來照顧你 這種 這種 還有一種 沒有 你不會 你不能煮飯啊 你不能煮菜 他就會送菜來給你家 抱歉 他不會送那個 龍蝦 你不要 公司大甲蝦 但是 他會簡單的送一些東西到你 到你家裡 讓你來 進行 吃 譬如說 那個東西可以在那個 Owen Owen 可以吃的 還有 Adult Day Care Adult Day Health 這個 這是 我認為很重要的一個 就是讓你 譬如說 你 有一些 有一些 在加拿大人的地方 可以到那個 松柏羅去 在這邊 有很多的 Adult Day Care Adult Day Health 這個 以前我們 我講過 Adult Day Care Adult Day Health 其別在什麼地方呢 這 就是繼續在那裡 能繼續在家裡 而且 假如是 你跟你的 兒女住在一起的話 這是一個 非常好的 因為 一個禮拜 大概有三天 或是四天 假如比較嚴重的話 可能有五天 那就是早上 十點鐘 或是九點鐘 你就離開你的家 到那個地方去 到下午 差不多五 三四點鐘 才回來 你想想看 你離開家 到那邊去的時候 你家在照顧的人 他們一定很高興的 這是真的 他們有機會 可以 我老爸已經走了 是不是 我想這是真的 大家都不敢笑 其實都是真的 這是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設計 就是讓你家裡 有分開的時間 你只包括Zone 然後你回來之後 他還可以很親切的照顧你 對不對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就是 Caslin Community Service 他們有時候會提供 Voluteal driver 會把你 譬如說你要去 去找盧醫師 看牙科 是不是 Caslin Community 有時候他們 有人 有住院的人 我們現在 華人好像比較少 有人說 我要主動替人家 開車子 載人家 Caslin Community 有這樣的可以替你 幫助你 或是那個 Ascar 對不對 也可以 幫助你到 到你要去上 去找醫生 或是這個蝦餅 或是上禮拜堂都可以 謝謝 還有我們曉得 那個Durable Medical Equipment Durable Medical Equipment EVMD 這個呢 譬如說倫理 或是一種釣船 把你 你彈在那個 船上 我們要把它釣起來的 這些 這些東西呢 以前我在銀花紙講過 也是 以後呢 我在分期講 這一個 Double Day Health Day Care 這一個 還有這個 Retal Care這些 有機會的話 歡迎大家注意看看 到銀花紙 我會再繼續在介紹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是在 幫助你 如何能在家裡 繼續住在家裡的事 那你要怎麼樣得到一個 要有自己的家 當然是Cash 你就是 就是要有錢 或是要有一個Loan 去買房屋 那 好行啊 好行啊 Public Housing呢 就是在 就是King County Housing Authority 就是在幫助你 假如你自己沒有 沒有房屋 你要租呢 你可以 可以通過那個KCHA 去發現 Subsidize House 或是 Section 8 Housing Manufacture Housing House Modelator House No Modelator Home Housing Homeless Homeless 也可以 有一些 像這個呢 是賣了 你可以去買 你較便宜 就可以去買 這個大概是從 1970 70或是80年代 從朱家哥開始 朱家哥的Howsing 我們都曉得 Howsing大家不喜歡去治 因為 被認為 我這是貧窮的人才去治 而且都是很多的人 很吵很鬧 大家都不敢去治那個地方 朱家哥呢 開始 他就開始動腦筋了 他說 他是一個非常好的 一動的那個大好 他就說 我把這個房屋賣給人家 那 那讓一些人 買了 他就會照顧自己的房屋 他就不會 把這個房屋 亂丟 亂 弄得很乖 就是 他就開始有這種講話 那 而且那一些沒有錢的人 也有一個版樣 人家都是有錢去買房屋 而且很便宜 好行 在西亞族有 西亞族你也可以去買這些房屋 是在好行裡面 非常好的好人 我看起來不臭的好人 那當然這個是 這幾項都是租的啦 這幾項都是租的 但有一些好行人 他是有辦法讓你去買 你常常在看到有一個 Stuart Anderson 你看 Stuart Anderson 就是以前的那個 Black Angle Restaurant的那個 它是有一個 Share 你常常會在電視看到那個 Share的廣告 對 在西亞族 在那個 到西亞族的話 是在那個 Arola 130 跟Arola 那個就是有一個Share 還有在那個Downtown 就是那個 Downtown Downtown Dow Avenue 跟那個 Downtown Avenue 跟 Main Yetherway 那邊有一棟 是非常漂亮的 都是那個Share的那個 那邊呢 一個人的收入 假如只有一年的話 只有這樣 或是兩個人這樣 你就可以 他租金大概是 差不多一千塊錢 或one bedroom 這樣子 一千兩百塊錢是 或two bedroom 這樣子 好 Kazic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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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 就是剛才我說的 在雲華族 對面 鞋對面 他就有那一間 也是 他也是有其共 大部分 像這種 Section 8 可能都是只有三分 收入的三分之一 所以假如你 這個是從 北州搬來 你沒有辦法 你可以到那邊去 可以想看 但是Private housing 你就可以去擁有 或是租有這個自己的房屋 我 那一些 等一下 我會送給大家 一些 那個 我說到的資料 可以去滑線 怎麼樣去找 除了住在自己的家 也許你會住在 Assisted Living 其實Assisted Living 是我們在一般來講 在那個State的方面 我們都是說Valling Hall Valling Hall 就是在 在提供 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房間 有 有三餐 然後 比較簡單的 有些是 有些是沒有 在提供 譬如說你的那個 Medical Assistant Medical Assistant不是說 給你治療什麼 譬如說他要告訴你 什麼時候 把你的藥 換在那個辦公室裡面 什麼時候你要去拿 他會 幫助你 你今天早上的藥 還沒有拿 這是 這簡單的 這是Valling Hall Assisted Living 就提供比較 比較多的那個服務 譬如說 Dairy Living 就是剛才陳醫師所說的 ADL 就是 你假如 有需要的話 他就會提供一些 當然是包括 兩餐 他不一定包括三餐 有一些是兩餐而已 大部分是三餐 但有一些是兩餐 你要注意 你要切 Country的時候 要看看是不是兩餐 還是三餐 當然就 Room Service 大概是每一個禮拜 會來換你的那個環間 打掃環間 換你的那個 傳單這些 有一些 Limited Assistant to Medical Service 是有 因為 Assisted Living Basically 他是有一個 護士在裡面 Consultant 不是在那邊 24小時 是Consultant only 那個 Assisted Living 有時候 會幫助你洗澡 有些 當然他們是有那個 Social Activity 還有Social Service 還有翻證 有那個 車子 帶你去 參加其他的活動 這是 Assisted Living Assisted Living 你可以在這邊 是 看到非常多 非常多 非常多 Assisted Living 在美國有幾個 System 有一個叫做 Mary Mary Garden 是非常多 在美國 差不多每一桌都有 在那個 我們這個 大西雅圖附近 就差不多有二十幾間 那個 這個 Assisted Living 是屬於那個 那個 Altis也有 Altis只有 差不多四周 或是三 Washington California Navada 或是怎樣 或是Alizona 大概只有四周 Altis是比較高檔的 比較貴 他呢 現在在那個 西雅圖 在那個 New Castle 建那一棟 他是主要的 顧客 他是要吸引華人 或是亞洲人 他在那個 加州的那邊 Area 有一間也是 他也是 他主要的顧客 都是華人 是的 Assisted Living 還有這邊 Local 然後呢 是有那個 AidaCorp House AidaCorp House 的System 就是 曾經幫我們去看 這個是 在那個 Broad View 那邊 有一家 是AidaCorp House 那 那個 伊薩波那邊 有那個 University 那邊也有 我們也有 我們的Members 在那邊 他這個 那個 AidaCorp House 是不錯的 他是 是不錯的 你們要去做那個 Assisted Living 從這邊 你可以 從這個 這個網路 你可以去查到 哪一個地方 有那個 那個 你可以去查到 從這邊進去 然後一步一步 你就會查到 能夠 你要哪一個都市 哪一個 零下 我送給你們的 那個單裡面都有 怎麼樣去查這些出來 你可以查到這個 Assisted Living 住在什麼地方 就是 剛才我 讓你看的那個 Choice 那一本市裡面 有很多很多 而且分期 你要注意 你要注意 你查的時候是不是 他Accept Medicare Medicare 萬一你的錢 用完的話怎麼辦 是不是 可以幫助你 申請Medicare 這個很重要 Medicare Medicare 這是 原來我所說的那個 為什麼要去做那個 assisted living 就是 行動不方便的人 就是 槌子 洗衣服 這些你都是不方便的人 心自退化 輕型的 重型的不行 輕型 輕型的輸出 無法住在家裡的人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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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為什麼要去做這個 assisted living 現在assisted living 在這邊很多 大部分的費用 一般來講 三千五到五千 五千多塊錢 這個價錢只是 常常會變 還有 看看他們的情形 有一些有 有build的 有一些有 holding比較好的 那就比較貴了 大部分都是 你的那個 師匯 然後是 你的 你假如有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那 大概你的Long-term care insurance 會搬成一支這個 還有政府的付出 就是剛才所說的 Medicare Medicare 怎麼樣才會達到 Medicare呢 以前我在螢幕組 我沒講過 怎麼樣去 辦理一些 Trust fund 就是 大家 上次不是有 我們的 醫師在跟我們講 Trust fund 就是 就是 信託基金 Trust fund 你可以 當你老的時候 你可以安排你的錢 怎麼樣去使用 有一部分的錢 放在你的那 Trust fund 是專門在照顧你 去住在那個 assisted living 甚至你住在家裡都可以 Trust fund 但是Trust fund 有兩種 有一種是 就是一般的Trust fund 有一種是 revocable trust fund 就是你 換進去 你不能拿出來的 Trust fund 那個Trust fund 你假如沒有用完 會歸還給 會轉到給政府去 就是當你死的時候 Trust fund 就會給政府 那 那個Trust fund 可以搬送你去 住在那個assisted living 或生活生活 比如說你可能 像剛才所說的 那位老太 95歲 老太太 他可能擔心 他的錢不夠 那他可以 在 在你退薪的時候 或你可以 請你的律師 搬自你 去辦理你那個 Trust fund 將來 我們螢幕子 會再講一次 怎麼樣去辦理這個 Trust fund 好 我們來講那個Nursing Home Nursing Home 為什麼需要住Nursing Home 我想很多人都不想去 剛才陳醫師有講 一般人可能只有 住在那邊 兩年 或是兩年一半 也許不要 以前我買那個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我 一開始的時候 我是說 我要有三年的那個care 後來我想 三年 我住在那個天腦裡 三年太久了 我就改成兩年 兩年已經夠了 已經不成年型了 你是在那裡 兩年不成年型 真的 Nursing Home 他是在提供一些 譬如說 back waiting 你只能彈在船上的 不能動的 或是 有時候是短期的 譬如說 車後 是不是 那可能是兩三個 兩三個禮拜 兩三個月 車後 這是Nursing Home 或是那個 書字 就是preventive 也要住在Nursing Home 比較嚴重的 那這個Nursing Home的費用 一般來講 都是由長期保險 來pay 或是你書費 那你可能 住不到95歲了 你就沒有錢 因為多少錢 你看看這邊多少錢 從一天150塊錢 到一天350塊錢 鐵肉的情況 可能 假如書費的話 可能要 要到250到300塊 住潮 就這樣 這個 很貴 你想一下 你假如是 一般來講是 200塊錢的話 那 你的收入是不是 過你一個月 200 就算200塊錢好吧 那也要6000塊錢 是不是 那 假如是350塊錢 每個月都要1萬多塊錢 假如 夫婦都住在那邊 他沒有discount 每一個人是不同的 因為你睡著傳不同的 那 你看看你們的費用是不是過 這是 這個是誰說 是short time 意思說 因為你沒有辦法住持那麼久 Medicate 所以你要注意 你從這個地方打進去的時候 你要注意 他們這個有嗎 他們是不是 accept Medicare and Medicare 或是Medicare 或Medicare 你要注意看看那個 這個打進去的時候 你可以要 你要查他們的接受 是不是只有 15人的 收費 有一些是只有收費的 有一些是只有接受那個 Medicare 就是Medicare 一般來講 Medicare只是一個短時間 20天 然後再加上幾天 Medicare是非常短的 然後呢 就是假如他有Medicare的話 他可以頒助你申請 那Medicare的申請的條件 那以後我們研發主會再講 Medicare的申請是要怎麼樣的呢 除了那個Northy Home以外呢 還有一個這個成年屋 這個Adult Family Home 在加州就是Adult Home Adult Home Adult Home Adult Family Home 在Washington State 是每一個家庭 他是比較有那個家庭的氣氛 比較有那個個人的那個照顧的 因為他是一個家 只能照顧六個人在一個家裡面 家都是八個人 他可以 他可以盤子照顧 比較衰老的人 甚至呢 假如他們的那個owner是一個RN 或是他們有請RN的話 他們真的可以接受 像Northy Home的樣子Case 多少錢呢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有時候呢 假如他裡面的比較好的話 你一個人一個房間的話 那可能就是要四千五到五千塊錢 甚至貴一點也有 但是海底那個那些話還是比較便宜 還是比較便宜 不過這個Adult Home呢 我們常常在報紙看到 是不是會常常有那個政府的那個 violation 他那個違反這個照顧呢 照顧的情形呢 他政府就會開單給他 你可以從這個去查到 你們在查這個的時候呢 很簡單啊 你們在等一下可以發給他 在查那個時候呢 第一 你要查查看那個 violation 是不是有得到那個州政府 這是州政府在管理的 州政府不管是書費 或是有接受那個州政府的那個 Medicaid 也都沒有關係 州政府一定要去定期調查 假如他沒有違反 州政府一定會開一些單子 來划單啊 或是聽你說 Stop placement 就是不能再接受新的那個病人 你可以 你要注意 是不是在裡面有寫 他會特別注意看看那些信件 那信件什麼時候開始停止 就是違反什麼法 你一定要注意 還有一點 你假如到Nersing Home去看的時候 最重要的 不是要看那個Nersing Home裡面好 是不是很清潔 也是很漂亮 當然你是進去你的鼻孔 你就可以聞到 這個裡面很這個味道不好 你可以想到這樣一定是不會很好 有一個你要注意那個法單裡面 因為是不是有Skin Care 這是你那個皮膚的保健 皮膚的保護 因為你看一個躺在那個Nersing Home 躺在船上 每天躺了好幾個小時 三個小時四個小時 沒有人把它轉動的話 他的那個皮膚一定會受傷 假如這個皮膚受傷的話 就是表示這個Nersing Home的照顧一定是不好的 不管你進去這個音樂非常好 你的護士非常漂亮 或是怎麼樣 這些都不要管他 你只要查看看 進去他們大門裡面一定有一些 State給他們的那個評議一定會有 你進去查這些 是不是有Skin violation這些 你一定要Skin care的事情 你一定要進去 Skin care你不好的話 就是表示裡面什麼都 你不見 就是他們沒有定期的給他們 給病人還身 這個是最重要的一個indication 在我印的差不多只是50份而已 可能不夠 假如不夠的話 夫妻可以不要拿兩份 我想至少你們兩個 還是會有一個indication 才對 不然的話 我們下個禮拜到櫻花支 我們再印更多的給大家 我們要去發現那個Nersing Home 然後那個Medicare裡面 你知道那個Medicare 就是你可以查到 還有那個Nersing Home的Compare Compare哪一個Nersing Home比較好 它都有評議 像這些你可能現在不會用 但是你的朋友或是你的親戚 可能會用到 你去把這個拿給人家 看怎麼樣去盡盡查 這些Nersing Home的情形 時間 因為沒有給我很多時間 所以完了 雷公 那個 陳醫生印了很多東西 都在我的手邊 你們待會兒有空的時間 找我來拿就好了 因為我發下去了以後 有的不夠了 有的多拿了 所以你們需要的 就到我這邊來拿 好吧 還有一個廣告時間就是 我們待會兒是 我們今天很感謝慈濟 他提供素食 所以他等一下會來先 修給我們素食有關的手語 然後我們大家才去哪製的 好 那 剛剛連說這個呢 是 大家一個觀念就是 慢性病的 跟care有關的 就是說 你一大堆慢性病 自己沒辦法照顧 家屬也沒辦法照顧 去住這種 長照機構 日照 日照 那些 但是現在呢 大家要考慮 obama care 來了以後呢 這個 不是 每一個人都去住那裏 而是說 你去醫院住了以後 那醫院為了省錢 因為聯邦只是說 根據診斷給你多少錢 那醫院要省錢 所以這樣的話呢 他住在醫院一天 可能要幾千塊呢 他送到療養院去照顧 那麼這樣的話呢 大家都很有可能 要被送到療養院去 那一種照顧 是比較屬於雅集性照顧 就是說 你本來在以前是住在醫院 住到你跑了 康固了 可能住一個月才回家 現在是 三天五天 我一個禮拜就送出去了 送出去的話 在那邊的照顧 是療養院的照顧 但是 他的病險是還是相當嚴重 相當嚴重 並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這樣的話呢 變成 你住在這種療養院的時間 可能很短 那麼他看你穩定了 就叫你回家了 所以呢 這個是完全不一樣的 靠久了 所以呢 我們不要以為 我們都不可能會進去 我覺得很好 很難 你哪一天生了什麼病 像說斷了骨頭 你的穿褲子沒穿好 砰倒下去 斷了 到醫院可能一天 跟你開個刀 馬上出去 不像你在醫院慢慢等幾天 一個禮拜再回去 沒有 他現在一天送出去 送出去以後呢 誰照顧 就醫療養院的護士 那麼呢 他可能 好幾個方法 一個是醫院自己有指定的護理人員 到那邊去看 想說你要做什麼運動 什麼這樣 那三天五天 穩定了 就出院 那有一些老人 很辛苦在你 他習慣睡在他自己的床 你現在把住院 送到療養院去 全部不一樣的 他馬上就跌了一套五 因為他完全搞不清楚 這樣情形下 假如是我們自己 我們的家長 要怎麼辦 這個我們可能要有一個配套 不然的話療養院 因為他收的錢只有那麼多 他沒辦法 聘請很多人來照顧 所以剛剛雷公講的 裡面給你翻身體啦 皮膚照顧怎麼樣 我們是要求他 perfect 但是問題是 你只給那麼多錢 他沒辦法 請那麼多真正的護理人員 那這樣的話 照顧就沒有辦法那麼好 這個是兩難啦 將難 所以有時候變成 很多家屬自己要幫忙 是這樣 那現在就是說 我們一直認為療養院是很慘 是 我寫的 故意寫偏 老天要帶我們回去以前 就把我們關在一個地方 讓我們在那邊慢慢到慘了才上去 就好像以前的非洲黑人在 非洲被抓了 關在一個地方 然後送到美洲來一樣 這是 那種情況是很慘的 不過就是說 美國現在一直在改變的就是 他改變這種 讓他比較讓你覺得舒服 而且符合人性化的照度的這種長照機構 在改 好像 Greenhouse Project 這個呢 是大概東岸那邊發展 現在在美國一直在發展狀況 這一代應該是已經有卡通球的出來 就是說你幾個人 他跟Medicare沒有關係 就是你去那邊住 然後幾個人住以後 共同請 護理人員 然後照顧的人員 那就像小孩子在照顧你一樣 那就是Greenhouse Project的方向 那那個品質是讓你住在那邊 像在家裡一樣 所以我一直主張說 我們要提早去看這種場地 然後搬進去以後 把它當作你 你就習慣了 習慣以後你就不會說是被換位置 這樣 那我們現在有持續的 現在隨便講幾句 我們要去上街頭上 也等於當那個時間是廣告時間 第一個是 呃 魯醫生我剛才講 我經過了六個牙醫 然後跟他溝通了以後 也是因為銀法族的關係 溝通了以後 我去看他 他是照顧我整個的拳頭的 而且想到我將來老的 那我以前看那個醫生二十多年了 他只是問我 你有沒有任何敏感疼痛的地方 所以我看他的時候 他直播講我有問題的地方 他沒有告訴我 將來怎麼樣來看 所以我的牙我以為很好 可是這個魯醫生看完了以後 他把整個全口的給我編排了以後 然後其他的醫生也有到銀法族來講過 他們的技能這些做的都很好 可是我感覺 吳醫師還是照顧我整個 還有我未來了 然後我又跟其他的同事們聊天的時候 他們也有這種想法 也是有外頭吸收的感覺 所以剛才魯醫師提到的就是說 你要找一個老醫師 把你怎麼樣來照顧你老的這個過程 因為好多這個事情 普通的醫生跟那個老年 看老年人的醫生的觀念就不一樣 第二個我剛剛想講一下很快 第一個我的母親住在建安廟裡面 住七年 那我的父親的品質 一直要去看他 所以他的生活品質就減很少 所以我有他們這個過境 我就自己時常想到我自己 我有三個兒子 可是我並沒有說希望的他們將來照顧我 所以我自己一直參與這個銀法族 銀法族並不是說 曾經告訴你們這些病痛的老年 只是讓你時常有自己思考的 所以由陳醫師還有雷公的帶領 我們去參觀到很多老年照顧的這些地方 讓你看一看各種不同的社會聯繫的地方 那我們未來還想去 有一個地方是 樓下就是電影院 隔壁就是電影院 過了馬路就是Shopping Center 這樣子一個畫面 然後它可以讓你年輕的時候住進去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父母親曾經說 她絕對不會住到外頭去 可是因為身體照顧不了 可是我母親只要住在健康療療療院的 人生性公務裡面 是假如說她沒有24小時的人的照顧的話 她自己沒有辦法照顧 我的父親是醫生 他說她可以照顧 可是我們給她分析的話 她自己就沒有辦法在生活了 因為每一分鐘她自己的生活 都是緊張的在想到我的母親 所以她自己沒有辦法睡覺的話 她自己人的品質就沒有了 所以我們子女決定了給她住健安 誰曉得住了七年 剛才講了陳醫師講了只有三年半 這是每個人狀況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 其所不欲 勿施於人 我不會想到說 我把我的這種病重 將來留給我的孩子 所以要去填你自己的意願 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就是 你自己決定了以後 你自己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步伐去走 我剛才陳醫生也提到的 我們不必等了八十歲九十歲了 再搬到這個 assistance living 像我們銀法族 很多快樂的地方 像什麼快樂的地方呢 我們六月份有去溫德華 是這個bus company租的車子 帶了我們去銀法族的人 花了很多時間 去訂了旅館 訂了吃的地方 帶我們出去走四天三夜 然後我們九月份還有考慮的 要去 Olympic National Park 自己開車去 所以 十二月又有去 Dubai 然後明年又想到 要去Shortline Lake Shoreline 然後做那個Cruple 到那上面去 帶一個兩個 這些都是我們一直在計畫中 剛剛我已經聽到有人 要願意帶我們去富士山的這個時間 時間還沒定 不過這些都是我們 展望了高興的時間 讓同年齡的人 一起去玩 去過這種快樂的生活 可是你回 你這些時間花出去以後 你就沒有時間去整理你的老窩了 所以住的 實實力運的好處就是 你住的時候 你再去造 你自己可以出去 我們曾經去過台灣的那個 長庚也去參觀過 他們那邊也有 所以你們來參加這個 我們的活動的話 你會發現 我們是 這一群人 大家一起 共同的 老還是活在一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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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是 身體 現在也是很頭痛 那麼 因為聯邦幾乎一直減少 這些 妳已經也一直跑掉 所以是很頭痛 所以呢 要造來這樣的 那我們現在歡迎辭记 他先給我們修一下 首里的小 SMC 第二句 謝謝慈濟 謝謝 謝謝 上午好 我們是慈濟基金會西亞圖資會 非常感謝 陳醫師的邀請 主辦單位的邀請 邀請我們慈濟來這邊跟大家同樂 那麼今天我們慈濟 除了帶了 手語帶動之外 我們還帶了三樣 素菜來跟大家結言 我們帶了這個是 素的壽絲 還有紫米糕 還有如意三絲 祝福大家吃了可以試試如意吉祥 接著下來呢 大家剛剛有聽到說 銀髮族很快樂嘛 所以慈濟呢帶了一個非常歡樂的 帶動唱叫做 駕采熊蓋讚 讓我們掌聲歡迎我們慈濟的 收音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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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oshiro 我佻卻尚攻導 成親速明星 追手 麻煩 連恩 依依經經輸atters 質疑 指尬 你才有体可 三档丁丝 归乌严谚 咪咪咪咪咪 咪咪咪咪 无论睡衣咪咪咪咪咪咪 无论路好也好滴 吃菜 吃菜 秀你得好 吃菜 让你吃咖啡地 无论你那样大 我尼秀佳雅先生 佳菜佳菜秀佳藏 佳菜合理加巴黎 我尼秀佳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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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菜水果 三兩定市 佳股定義 甲青馬鈴木 我尼秀佳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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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菜佳菜 佳菜秀佳 佳菜佳雅 佳菜佳雅 我尼秀佳雅 我尼秀佳雅 华 xi 佳菜佳雅 佳穆雅 佳菜佳雅 佳菜佳雅 佳歌 publishing 云仔 让我们这样的关键 我们的离 slight 山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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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虚杝 山筛 我论败 我们以来Anda 阿拉 給你秀嘉雅先生 加菜 加菜 秀開讚 加菜給你 吃咖啡 加菜 加菜 秀開讚 加菜給你 吃咖啡 加菜 加菜 秀開讚 我的名字叫曾耀奶 我是從健安療養院來的 很抱歉 我本來是應該1點鐘的時候 來跟你們講這個題目 可是我的弟子弄錯了 所以去到另外一個地方 找來找去不對啊 這裡 可是我又沒有辦法去找正確的資料 所以我要回家 知道找到正確的弟子的時候 才能夠跑回來 所以很抱歉 耽誤了大家的時間 可是我不會講很長 只是講一點點 因為這個時間大家應該去休息 因為我知道早上裡面 從10點鐘一直在這邊 有很多不同的很好的講義 今天只是最後趕快講一講一下 就是一個住院以後一些安排跟福利 好像我都是你的晚輩 我看起來比較年輕 可是其實每一個人 我們都會生病 住院不是說只是老人家的事情 好像我 我醫生也有兩次要住院 因為要開刀 所以也曾經出過院的經驗 我們每個人住院的時候 也就希望能夠出來 出來以後就能夠回家 可是我們病情的時候 的確是每個人有不同的需要 醫療的需要不一樣 所以今天跟大家講一點點 是希望能夠講三個重點 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三個重點 第一個是講到住院病人的權利 我想我們每個人都是 當我們生病的時候 是覺得是最無助的 最弱點的 可是權利 覺得好像很強力的時候 其實當我們生病的時候 如果我們能明白 我們有什麼的 Patient's right 我們的權利的時候 的確是能夠幫助我們 能empower我們 知道什麼東西 其實是我們應該說出來的 什麼東西是我們應該去要求的 第二個是了解你的醫療保險 保險 剛才已經有提過 保險其實是實在非常複雜的一個東西 可是複雜還是我們要使用保險的時候 我們的確要了解他的福利是怎麼樣 如果不是我們怎麼能夠使用呢 我是很小的時候就開始戴眼鏡 因為有家族的遺傳 我爸爸也是很小的時候戴眼鏡 我大概六歲的時候就開始戴眼鏡 你看見為什麼David 為什麼我現在沒有眼鏡 因為我是戴隱形眼鏡 戴隱形眼鏡的時候 我是18歲的時候開始戴隱形眼鏡 那個時候呢 我也不知道原來的醫療保險 除了眼鏡以外的那個frame 它也可以把那個contact lens 這個眼鏡眼鏡 所以我們要知道我們的醫療保險 有什麼福利 你才可能能夠好好的使用它 最後是講到在療養院裡面 短期康復的一個好處 很多人呢也是有一個錯的觀念 就是療養院就是好像是老人院 那老人院呢就最好最好不要進去了 因為呢進去了以後 就不能出來了 就不能出來了 其實呢我小的時候呢也是有這個觀念 可是呢其實現在呢也改變了 也不是這樣子的 那我自己呢在工作在一個療養院裡面 在健安療養院裡面 我們每個月 我們每個月都有病人走了 那走了不是說先上療養 那都走了 不是啊走的是回家 能夠回家 他好起來了 他能夠回家 所以這個是那個那個護理 他們是很開心的事情 因為以前我們在健安療養院 我們是長期的護理 的確那個時候是他們的家 我們就照顧他一輩子到他最後的一天 可是呢我們現在呢 你手上拿著那個也要短期的護理的時候呢 就是幫助一些有病的人 也不是一定是老人家 有病的人呢 他們能夠好起來的時候 你會回家 那回家呢是多麼快樂的一個事情 所以也是我們為他高興的事情 好那很快講三個重點 先講第一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講到呢 我們住院那個病人的權利 有三個事情我想提一下 第一個呢就是呢 要選擇最適合你的療養院 我們出院的時候呢 他們英文名字呢 是叫Discharge 你們可能知道 出院的時候 他的英文名字叫Discharge 那Discharge呢 通常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就是回家 一個呢可能就是去一個療養院 過去好 我們在西雅圖這邊的時候 因為健安療養院已經在西雅圖 差不多30年的歷史 過去的時候呢有些醫院 也對健安有一些概念 覺得不用去找健安了 因為他們常常都是慢的 都沒有床位 都沒有床位 我們都試過了 就不用再打電話去了 可是我們過去五六年的時候 我們去develop去把這個短期護理的一個program 能夠做出來的時候呢 我們盡量呢就是能夠希望能夠 留意一下空的床位 所以什麼時候人家從醫院出來的時候呢 他們也是有這個 看看我們能不能照顧他們 所以如果你們在住院的時候 如果他們要給你去找 去那個discharge the person 給你去找一個療養院的時候 你也可以去問問他 去問問健安 因為呢有的時候呢 有些人他們覺得 好我幫你去問 可是他問那些他是他知道的 還有他問那些他覺得 最有可能進去的最快的 因為他們是為你服務 服務嘛 那如果他不知道健安的時候 或者他以為健安絕對沒有位置的時候 他不call的時候呢 其實是你可以跟他提 跟他說 因為那個也是你的權利 學哪一個療養院的確是你的權利 找那個合適的療養院呢 另外一個呢 也是看哪一個是最合適你的 這有點像呢 你們以前讀大學的時候 要選一個好的學校 好的學校也不是說一定說 那個名校就是對你最好的 是你要看你是讀什麼東西 對不對 所以呢你去選那個學校的時候 譬如說你是很有興趣讀那個海洋學的 那如果你要讀海洋學的時候 去夏威夷的大學好不好 應該不錯啊 因為夏威夷大學 就在太平洋的中心 可能他們的海洋學很不錯啊 所以你去那療養院的時候呢 你是要看很多的因素 其中一個就是他們那邊的護理的條件 他們的設備 還有呢 他們你們可能也會考量到 離你們家有多遠 你們家人去看你的時候 會不會方便 還有呢就是 就是又是那個insurance的事情 insurance呢 每一個insurance 他們都有他們自己的network 比如說我現在是在group health group health的insurance裡面 西雅圖也是很多人在group health 那group health他們也有自己的療養院 如果是奪了他們的network的時候呢 很多時候他們都 don't cover 都不包了 可是我們也看就過去 曾經有一個例子 就是有一個老人家 他是secure horizon secure horizon呢 他我們不是在他們的network裡面 以前啦 以前不是在那裡 所以他要出去來健康的時候呢 的確很困難 可是因為這個病人 他爭取他的權利 他告訴他的secure horizon的醫療保險說 我很希望我覺得那個健康療員是最適合你的 他就跟他們談談談 後來呢他就被他披下來了 還有另外一個呢 是要明白那個討論 跟明白你的治療的計劃 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都是知道 我們有一個很熟悉的家庭醫師 當我們去到醫院的時候呢 可能我們有另外一個醫生來看我們 可是無論我是我們熟悉的 或者我們比較陌生的醫生 他們都是我們的partner 我們一起幫助我們 一起怎麼樣去好起來的 所以做決定的時候呢 你不要說覺得好像 喔醫生 醫生說的 我們做 That's the only way 因為我們跟醫生 一起來討論事情的時候 還有明白我們的治療的時候呢 那個的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當在醫院的時候 剛才說出院的時候叫discharge 是不是因為名字叫discharge 那出院的時候呢 有一個出院的負責人叫discharge planner discharge planner呢是非常重要 因為他是辦那個出院的負責人 你要知道他是誰 你要跟他一起去討論 明白他要幫你去找的地方 也是跟著醫師的recommendation 的提議 你要知道他們去哪裡去找 還有呢就是要有那個良好的溝通 在這裡討論跟明白呢 the key point 那個關鍵的地方 還是你要明白 我記得好多年前的時候呢 曾經我們 在我工作的地方 有一個case 就是有一個老人家 從那個軍人的醫院 他出來了 來到我們的療養院 他來到的時候呢 他也進去了 也沒什麼了 可是我去訪問他的時候呢 卻發現呢原來呢 他根本不知道他要來我們 我們這個療養院 他已經來了 他已經來了 也接受了 可是他說奇怪了 我出院的時候 他沒有告訴我來這裡 我還以為我要回家了 我是不是被騙了 好來這裡 所以他心裡面就不太高興 那我不是說誰錯 可是其實你要明白 有一個好的溝通的時候 有same understanding的時候 那個事情才會比較順便 第三個就是要 你們病人的權利 也是照能夠有設立 這個預先的醫療的指示 我做了兩個例子 再放在這裡 這個example 一個是那個pulsa pulsa是英文名字呢 他是那個physician order life sustained treatment 簡單來講 這個醫療決策 就是你可以告訴醫生 你是想要 如果真的有 這個 這個停了呼吸 或者你不能吃東西 你不能喝水 你希望那個醫院 那個醫生怎麼樣去 去照顧治療你呢 你可以把它寫在一個文件上面 叫pulsa 那個是你可以告訴他的 另外一個呢 是那個 第二個呢 是durable power of attorney 那個呢 是授權 就是當萬一 你不能夠講的時候 你可以授權給另外一個 你完全相信的人 讓他們呢 become your voice 讓他們呢成為你的聲音 來去講 我們每個人呢 其實呢 很多時候都是 等到最後才做事情 我自己也是 所以這些文件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現在也可以做 可是呢很多時候呢 我們生病的時候才做 可是在醫院的時候 如果你真的需要做的時候 你可以告訴醫院的人 他們可以幫助你 你不用不用 在醫院裡面不用特別 還要去找一個什麼律師啊什麼 很簡單的文件 是給你的 很簡單他可以把你做好了 所以呢 是保護你的權利 這個呢 這兩個文件很簡單 可是能夠保護你的醫院 人家知道有一天 真的不能不能說出來的時候 他已經寫下來 從以前你寫下來的意思 我們就可以跟著你的意思來去做 好 第二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呢 出院的時候呢 你們的確要了解 你們的醫療保險那個福利 如果我們不了解的時候呢 真的很多事情呢 就是shock 那個時候才說 原來是這樣子 就好像汽車保險 汽車保險呢 通常呢 我們買了以後 我們沒有很注意 到有一天我們有車子的意外的時候呢 我們才知道 哦 原來呢 我是要付這個東西的 原來這個東西 not covered的 那個車子撞了以後 要拖 拖這個車的 拖車的費用 原來 我的policy裡面沒有啦 那 如果哈 你要明白 你的醫療保險的時候呢 的確我們要花一點工夫 花一點時間要回去 來看一下 比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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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不會 cover你的 那個 那個 療療院 療療院呢 他的英文名字呢 是叫 Skill Nursing Facility 是這個哈 SNF 不是NFL 不是那個 那個 對 不是那個 NFL 不是打籃球那個 是 SNF OK SNF呢 你去看你的 那個policy的時候呢 如果他寫這個東西哈 SNF 是講到這個表演員 你看看他 有沒有 include在裡面 包括裡面 Most of it 我想大部分的都會有 都會有在裡面 可是呢 你也要明白呢 他那個 Deductible是什麼 很多現在 我們醫療保險 剛才也提到了 那個Medicare 也有managed 就是現在他有很多 private的公司 去managed Medicare 所以你要明白呢 他們裡面 一些 那個條規是什麼 比如說 那個 Deductible Deductible是多少呢 Deductible是 那個 那個保險還沒有 開始之前 你要先 要先付的 Copayment呢 又是什麼呢 Copayment 這是這個支付的比例 是 好像 比如說 我每次看醫生的時候 我要先付20塊錢 20塊錢以外的 那些 醫生的費用 哪個門診的 哪個 我的 我的insurance會付 還有呢 可以 住多久呢 這些東西哈 每一個policy裡面 都不一樣 所以你要去了解他們 最後哈 這個第三點哈 就是健康療養院 是否接受你的醫療保險 因為醫療保險 的確有很多種類 你們去看醫生的時候 也知道就是 不是每一個醫生哈 都是天底下所有的醫療保險 他們都收嘛 所以你們要去問的那個office的時候呢 就要明白到底是哪一個 因為有的時候哈 人家打電話 來問我們的時候 極確很難過的 我們要告訴他們 某一些的醫療保險啊 健康呢 我們還沒有辦法能夠收 我們健康療養院呢 現在呢 也是在work on 能夠收更多的醫療保險 所以有一天的時候呢 有一些我們比較常 比較小看見的哈 那些醫療保險呢 我們也能夠 能夠 take it in 那我們也是 working to try to get 醫生呢 能夠接接納更多的醫療保險 所以呢 我們就是working 朝著這個方向去走 可是的確有的時候呢 如果那個醫療保險 但是match的時候呢 變成一個困擾 好第三個哈 講到我們在療養院那個 短期那個那個 康復的一些好處 有的是 我在健康療養院是做社工的 Social worker 所以有的時候呢 我會接到一些電話 有些電話呢 都是從doctor的打電話給我們 或者一些家人打電話給我們 他說某某人哈 他住院了 然後呢 他們沒有去療養院 然後呢 他們都回家 他們以為 他們在回到家裡面的時候呢 去看他 就是回到家以後 過了一個禮拜還是幾天 他們去看他們的家庭醫師 follow up就好了 可是當他們聽的時候呢 他們發現了 他們自己不能照顧自己 在家裡面的時候呢 發生了很多的事情 那個時候呢 他們在問我們說 可不可以 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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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回來那個療養院 所以那個時候 不是說完全不可以 可是呢 就比較麻煩了 你出院的時候 出院的時候 如果給你那個選擇 你要 不是說每一次都要去療養院 可是你要明白就是 他有不同的recommendation 他有他的理由 可能也有不同的好處 長處跟短處 你要明白整個picture的時候呢 你做一個決策 這個 在療養院的時候呢 其實它是幫助你 恢復的一個過程 恢復呢 其實呢 這個是為著你自己的好處 我想我們每個人住院 你們也住過院的時候 你們第一個選擇 可能很natural的 我也是第一個natural 就是要回家嘛 可是去療養院呢 主要是 如果是為你自己好的時候呢 要你多一點時間來康復 以後再bring it up a little bit more 的時候再回家的時候 也有他的用處在那裡 現在住院 可能你們會發現越來越短 以前在中國 台灣香港 住院是 也要長一點 真的好了才回家 可是你現在看見 真的止疾病才去醫院 好一點的時候 他就快快的叫你離開了 可是離開的時候呢 是不是已經完全好呢 離開的時候呢 其實還在康復 還在恢復的過程當中 所以整個是一個process 是一個過程 你想一想 我們小的時候 長大的時候 我們從小學去到中學 中學去到大學 是個過程 好 特別我們年紀比較大的時候 我們康復的時候 也需要一段的時間 有的時候 一兩天就好 可是有的時候 需要一兩個月 甚至有的時候呢 去一兩年 這個是一個process 療養院呢 只是一個中間的地方 來幫助你 從醫院出來的時候 能夠好一點 好 壯健一點 回家 所以呢 這個呢 這個是你們可以去想想 這是 It's helping you 好像一個bridge一樣 一個橋梁 能夠幫助你 你就一天回家 第一個呢 這是個人的那個 設計的照顧 我們加拿大學院 還有一百個 一百個院友 每個人都不一樣 所以呢 每個人呢 都是有他們 的個人的護理的計劃 一百個病人 就變成有需要一百個照顧的方法 每個人都不一樣 所以 當我們入院的時候呢 我們常常跟那個人說 我啦 我至少我自己常常跟那個人說 新新來的院 也就跟他說 你們今天是第一天來 會很忙的 要很忙的 會有很多人來找你的 護士會來問你 你旁邊 那個床旁邊 需不需要一個 可夢 需不需要一個做 那個toilet在那裡 一個seated toilet 或者呢 有一些 那做飯的人來問你 做飯的人來問你 說 你吃都做東西的時候 那喝的東西 要不要每次都要熱 把它熱起來 可能呢 那個洗衣房的人 又來找你 問你說 你來了 那衣服要不要我們洗 因為你還是有選擇的 你說no 我們也是會尊重 你說這是no 活動的人呢 可能要找你 說你有沒有什麼宗教的信仰 為什麼他們問這個呢 因為有不同的人來的時候 他們要知道 某一個宗教的信仰 可能他們有一些人會喜歡 他們去探訪他們 好 所以 所以這一些東西呢 都是為個人 看他呢 需要什麼 另外一句話說 就是要以你為主 在廖文院的時候呢 最後呢 是講到那個出院 出院呢 從療養院裡面呢 出去的時候呢 我剛才也提到 是一個很美好的事情 他能夠回到家的時候是很好 可是回家呢 也是一個過程 所以的確是要安排的 為什麼一般的療養院 在美國裡面 療養院呢 他們一定要有Social Worker Social Worker其中一個工作呢 就是來幫助你安排 回家的時候需要什麼東西 他會全面性的去了解 不僅你自己的身體的情況 他要了解家人的情況 他要知道你需要什麼 你在家裡面 那個environment 那個環境裡面 需不需要什麼東西 來改進 你能夠幫助你 能夠更安全 這些都是Social Worker做的事情 甚至有個時候呢 那個老人家可能 不能夠回去 他原本的家 不能回去 在家的時候 他們我也可以去想 應該去哪個地方 就是找另外一個更好的安排給他 因為很多獨居的老人 他們回家的時候 家人可能告訴我們說 對啊 他以前的確是住在那裡 可是那個時候 我們已經很擔心了 因為他第一個人住在那裡 我們常常去的時候 都發現一些狀況 或者去的時候 每次看見一些事情 那個藥沒有吃 我們也擔心 所以出院的時候呢 考量多方面的事情呢 的確是好的 今天我不講很多 因為大家已經整天已經累了 今天呢 我只是帶了一些 這個 brochure給大家看 給大家看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的時候呢 你完了以後 我會留下來 你可以來問我 我們感謝大家 今天學到很多的事情 其中最後一個 今天講的就是住院 真的我們每個人都會生病 每個人呢 我們也會住院 也每個人會出院 可是出院的時候呢 也是需要安排 那我們健安呢 那個短期護理呢 只是一部分 來幫助你 能夠希望呢 那個橋樑呢 幫助你呢 能夠康復好 能夠吃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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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般來講 你們假如到Hospital 過不了幾天 Hospital的Social Work就會 馬上就會安排你到那個Nersing Home 因為Nersing Home比較便宜 剛才所說的 Hospital多少錢 Nersing Home比較便宜 但是到Nersing Home以後 我們的工作也會到Nersing Home 再把你考慮送回家 這是剛才所說的短期 送回家 是我們的Social Work 跟他們的Social Work合作 然後就是班智妮送回家 然後在家裡有很多的 例如剛才我說的機家照顧 還有一些DMA 就是Unerable Medical Equipment 就是怎麼樣去班智妮能在家裡 survive 一個 Medical 的那個契機 這些都是我們工作員在工作的事情 也是 現在台灣在發展一些長期照顧 也是在慢慢的在學習外國人 怎麼樣去班智 像這個是建安 據我所知道的 以前都是照顧很久 現在比較短 我常常在這邊講說 華人在這邊很多 但是沒有一個比較長期的照顧的 現在建安好像也在考慮這個 是不是 就是有機會我們再請David 或是建安的人 再跟我們考慮 他們也在考慮一個比較長期的 就是assisted living assisted living 可以住很久 就像那個 那星後 你不要考慮那星後住很久 以前是可以住很久 現在那星後 你看看多少錢 一個月要花七八千塊錢 我想很少也能出得起那麼多錢 但是assisted living 可以 我想建安大概也在考慮這個 我是希望華人在這邊 這麼多人 有錢的人很多 為什麼大家不合作來建立一個assisted living 讓這些人能夠繼續 老的時候有人來服務 尤其是有人常常問我說 我吃的東西 遇到美國人住的地方 吃得很難受 我最近到那個土耳其去玩 差不多兩個禮拜我吃了那些東西 吃得我一回來 就馬上去泡哪一個泡麵來吃 真的 沒有辦法 這是真的 何況你假如到建安 到那個美國的美國人的那個 也要不要吃一年的話 不要說兩年 但是真的 出動作這點重要 華人吃的東西 日本人吃的東西 你看看 你看Kerro他們吃的東西 有時候還有sashimi 真的 我吃過了 因為我的業父以前住過那邊 我常常去辦他餵東西 我是吃的 看到他們吃的東西 怪不得他們以前都能吃得那麼好 那這是很重要的一個事情 我是銀花族的開始 就是一直希望我們能有機會 讓這些華人能來做一個比較長期照顧的 因為我們都會老 我們都會老 這是我們來考慮 假如我們這一代做不到 我們下一代 就像日本人他有 你可以感染 就是第二代的人在保 在照顧上一代的人 這是日本人他已經做了 我們不要常常罵日本人 他們做的好事我們要學習 中國人喜歡罵日本人 但是做不好 這是真的我們要怎麼樣學習 你看那個猶太人他們有Kerro感染 莫斯一個人就有C罵 這是真的 這是我們常常在罵人家 結果我們都做不到 這是我們要學習的地方 剛才今天我們也有很多的演講 非常好 像那個Medicare Social Security Social Security 我們的部分 Medicare 我們每年的10月份 我們都會在針對Medicare 因為每年都在改變一些 我們都會請人家來講 有時候你需要聽見比較update 所以Medicare的事情 有時候你現在還是63歲 時間到了你可能要開始注意 65歲你要開始考慮 那個Medicare 你是不是要使用到 那個Social Security 是66歲 大家都今天都聽得很詳細 因為他講的是跟你們的收入有關係 大家都已經都 對 Medicare 我們每年10月 我們都會安排人家來跟我們講這些 謝謝 那大概是今天很高興大家有機會來這邊聽 希望我們還有這種機會 因為盈文子每次講 有些人常常來聽 但有很多人不一定會到那邊聽 希望假如你們要開始寫你們的那個E-mail address 我們每個禮拜都有送出去 我們下個禮拜要怎麼演講 也許你們對那個演講有興趣的話 你會來聽 多多少少會幫助你 在你年紀大的時候 你多多少人會幫助你的一些課程 我問一下David一個問題 David 你呢 我現在手腳還好 我想將來假如說我發生什麼事情 我願意祝健安 我現在有沒有辦法我先 而我的credit 這樣的話 我問到哪些話去的時候 你說對不起沒有傳會 譬如說我現在去做志工啊 或者是去聽 不要笑嘛 這是這樣 我現在進去募款啊 募了多少錢 你就可以幫我排在前面 可以 那個答案就是我們現在 其實沒有什麼program說可以給你 earn 那個credit 其實呢 也是這樣你們知道 其實如果statistic來講 就是那個引率 人去nursing home 其實那個chance 不是那麼高的 真的是有發病的時候 發病的時候 我們需要這個長期的護理的時候 才end up in a nursing home I think most 大部分的人 我們真的是去assisted living 或者去另外一些安排的長期照顧的地方 可是nursing home呢 當然是他還是需要的 OK 可是真的不是我們能夠預定說 能夠一定有一天我們一定會需要的 老是每個人都會老 可是nursing home這個路 不是每個人都一定會這麼多 你拒絕了我 不過這個考量是 因為nursing home以前的那一種 建安的舊的那一種是 猶太人的傳統 所以他們古代呢 猶太人是把老人一起集中照顧 所以這個nursing home 那現在因為到這邊 美國是改變成比較接近 像他提的scare and nursing supacute care 那麼這樣的話 這些老人現在要送到哪裡去 因為很多人到最後 還是要進入這種地方去 做最後的專利 天哪 所以現在慢慢往到assisted living那邊擠過去 所以以前的assisted living是不能鑽導尿管 現在他們都開始要做了 所以變成說 一樣 你還是要到一個地方去就是 所以如果peter要的話 你就是到assisted living去 去get credit 那反正 總是會等到你啦 總是有地方要等你 那今天scare security來講了以後 我的壓力很大 因為雷公已經跟我講了 死完整道 要延後一秒鐘才能寫 所以要給他多賺一百塊 或多賞 好那今天謝謝大家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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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brahim 孝 謝謝 謝謝 謝謝